大家好,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下中国那边现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现象 现在呢,他已经不光是唱红歌跳红舞了 现在开始了一种再教育 他就是啊,又开始了以前那种打土豪分田地,一股思田的一种革命传统教育吧 就是这个活动呢,比前面那个仅仅是唱红歌跳红舞,又是提升了一个档次 所以这个事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虽然啊,他不算是一个新闻,但是这个事情很重要 所以呢,今天就抽出这个时间呀,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事情 在昨天的节目里头,我们聊了加拿大一所大学呢,对中国呢,做了一个调研报告 它的结果是呢,中国老百姓呢,对政府的可信度呢,达到了98% 那么我当时在里头有一个口误 我说呀,那就是意味着只有2%的人不相信中共政府啊 我当时讲这个2%的时候呢,实际我脑袋里头这个反应呢 这个1%呢,是1400万 但是我同时呢,这个脑袋里头又反映出一种情况呢 就是我们中国没有那么多人去不满意政府 因为你一个2%成多少呢,2800万 这个数字就非常大了 2800万,那都比澳大利亚,比加拿大的种子人口都多了呀 所以我脑袋里头一闪念呢,就出现了一个口误 就说呀,这个2%呢,也有几百万 那么后面呢,我看有个观众留言啊,就说了 这2%应该是2800万呀 所以呢,我在这呢,首先对那个观众啊,表示感谢 然后我自己呢,再纠正一下这个口误 那么有没有那么大的基数呢 我觉得没有 首先,他在这个调研报告里头就明确的说了 此次调研的显示呢,对政府不满意的人呢,只有1% 1%呢,都在核心合理范围之内 就是1000多万人对政府不满意吧 另外呢,1%呢,可能就是无所谓的人 那么我们还不能把它估算为对政府不满意 他属于那种弃权的人,无所谓的人 那么这样来看啊,就是对中共不满意的人呢 这个是非常非常少的,1000多万人吧 但是我觉得放在现实生活中呀,可能还没有那么多 你留意一下你身边的人 真正对政府不满意的人,能有几个呢 对不对,我们看到的人啊 大多数是对政府发几句牢骚 你说他在这个内心里头 他真正的服定共产党 真正的反对这个政府吗 能不能达到1%呢 其实这都是要打疑问的 现在我们在国内能看到啊 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 甚至现在单位里头 都开始了这一桩革命传统教育吧 这里头就有两个很主要的部分 一个就是大土豪分田地 反复的在排练这种节目 就是把过去的那些红色经典啊 自己再把它翻拍一下 自己去清新的去表演一遍 体会一遍 另外一下呢,就是现在开始吃这个一口四甜饭 就像你尝一尝呀 在共产党没有解放大家之前 你们的生活是多么的辛苦 对不对 所以呢,不要忘了 今天的这个幸福生活呀 是共产党给你带来的 来之不易 同时你要记得 在那个年代革命先烈 能忍受的苦难是多少 不光说吃不好穿不暖吧 还要抛头颅洒入血 那普通的老百姓的日子呢 更是苦不堪言 所以你看看今天的生活呢 你要感谢共产党 这两个事情是结合在一起的 一个方面 共产党肯定了他们大头号分田地的这种做法 而且让现在的人呢 要接受这个东西 并且去弘扬这个东西 这就是共产党起家的一个血淋淋的资本嘛 就要把这段强盗的历史 宁生生的把它说成是一个革命的斗争史 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让你要知道呀 没有共产党之前呀 你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 是共产党解放了你们 你们对共产党应该感恩戴德 所以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你就被继续的脑控 所以昨天呢 我那期节目的那个标题啊 我觉得我提的还是有点水平的 就是啊 我们不能说是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 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就是政府对老百姓的脑控度 达到了98% 这样的表述呢 是非常准确的 我们回想一下啊 这个文革思潮的这种兴起啊 就是他们这帮红二代的兴风作浪 他们这帮人呢 都属于呢 在文革时期啊 长大的那一代人 自己肚子里头呢 没有什么真材实学 包括现在他们掌权的这批干部 基本上都是那批的工农兵大学生 就是思想觉悟高的 跟红苗正的革命接班人 那么到了薄熙来跟习近平这个时代呢 就是该他们来接班了 他们接班以后 想干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复辟 再复辟到老毛那个时代 就是他们认为那个火红的年代 唱红打黑这个运动 就是薄熙来点的第一把火 样板的地区就是重庆 当时他搞的多红火 全国各地的干部去学习 包括习近平也到重庆去观摩 那么他们这样弄啊 是引起了老一辈的这个 共产党员的一些担忧吧 那么像江泽民了 像胡锦涛了 温家宝了 他们就怕这个文革呀 卷土从来 因为他们知道 中国现在的成功 是在否定文革的前提下 但是这帮红二代啊 都是不缺无数的 他们不管那么多 就要去搞这个事 就要来复兴这套红色的东西 那么那个时候呢 就是胡温他们呢 就把薄熙来啊 给搞下去了 习近平呢 非常会装 隐藏的非常深 他给江泽民他们表忠心 说他不会搞这一套 所以大家回忆一回忆 是不是当年就是 把薄熙来弄下去了 把习近平提上来了 结果习近平上来以后 还是这一套 因为他们是一类人嘛 他们的思想就是那一类思想嘛 那么习近平呢 他有个最大的特点 他能隐忍 他不像薄熙来那么锋芒毕露 他把这个事情啊 弄成那个温水煮青蛙 大家看是不是这样的 他慢慢的从这个理论上呀 从这个宣传上呀 他是一步一步加温的 而且这个社会的配套行动 也在一点一点来的 像这种供销社了 国进民退了 合作社了 这些提法就是让你在不知不觉中 你就是又进入了这个社会主义的那套东西 然后这个红色经典逐渐开始兴起 这个唱红歌跳红舞啊 大陆的人应该知道了 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了 就是像我们这么大的人 现在在一块聚餐的时候 大家流行的是什么 坐到饭桌上唱红歌呀 这成了一种时尚了 而且认为呢很光荣 很有自豪感 那么大街上的跳红舞的就更多了 那么继续再往下 就开始了这个打土豪分田地 这个一苦四甜的教育 这一套东西结合起来 是不是你从心灵上就认为 共产党做的这套东西 是完全正确的 共产党就是穷人的大救星 从历朝历代看 哪有穷人敢斗富人的 敢明目张难的抢富人杀富人的 历朝历代是没有的 对不对 那么只有在中共的带领下 对这些富人呢 是赶尽杀绝 把他们的财富呢 全部又据为己有 那么同时这个完了以后呢 又把这些穷人呢 变得更加贫困 变成了什么都没有的韭菜 那么现在呀 党国发展又遇到了一个凭借 怎么办呢 把这个红色道路呢 再走一遍嘛 再把这些无知的韭菜忽悠起来 把那个运动呢 再搞一遍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跟过去那个时代是不同了 过去那个时代呢 无论是清朝还是民国 还是日本人 都是承认私有财产 那些财富呢 确实是别人积累下来的 全国在共产党建政的时候呢 大概有三百多万的地主吧 就是不完全统计啊 那么共产党上台以后呢 基本上就是杀了大概是一百多万的地主 就是把三分之一的地主呢 就是给杀了 然后呢 把这些别的地主呢 该抓的抓 该关的关 该改造的改造 该扫地出门的扫地出门 把这些人的财产呢 基本上就刮分完了 城里头呢 也是一样的 就是对这些工商业者啊 资本家也都是进行了近似的改造 那么这个时候 天下的人啊 都变成了赤贫 然后呢 他就可以任意的实行他那种统治 因为这些人他无依无靠了 他只能依靠着共产党的呀 就变成了这样一个时代 然后成了呢 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 成了无产者对有产者的一种专战 就成了这样一个社会 但是到现在你来看啊 因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呢 是没有私人财产的 那么现在这些财富跑哪去了呢 他就跑到他们共产党家族里头去了 那么这次打土豪 哎呀让我说那就是刀口向内啊 你打那些韭菜能打出几个呢 对不对 也许把这个马云就打完了 也打不出多少 最后说钱在哪呢 马云可能说是 在哪几个中共家族底下 最后一看还都是自己家人 那么这次他打土豪 我相信啊 他要这样忽悠 是能忽悠起来的 那么最后这个钱 能不能打出来 能不能取得一些 过去打土豪那种辉煌的成绩 那么这个 我看习近平的下点决心呢 因为现在可以明确的说 这些财富 就是他们自己人控制的 那么我给大家呢 展示两幅中国这个著名的话啊 一幅呢就是血衣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幅 就是一个妇女啊 对这个恶霸地主的控诉 就是他的将父被这个地主打死了 他把这件血衣呢 保存着 然后在这个控诉会上呢 他就在这拿出这个血衣 控诉这个地主的罪行 这是当年非常出名的一幅画 我们当时小时候就在这个课本里头都有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画的细节 也是很有意思的 然后第二幅的这个画呢 叫控诉会 就是一个老农民啊 可以说是平湖农民嘛 见到这个讲台上 也是对这个万恶的旧社会 以及这些地主阶级啊 进行一个新生的这种血泪控诉吧 控诉会 也是很出名的一幅画 我们以前都记得非常清楚 还有一个收住院的故事 大家有兴趣可以搜一搜 也是讲的这些东西 他就把这些都编成一种系列的东西啊 就是洗你的脑 就是我小时候看了这个东西以后 我自己都认为 地主可能就是这样去剥削穷人的 虽然我是出身地主家庭啊 通过他们家的洗脑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父辈啊 或者爷爷辈啊 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剥削穷人的 真的这个洗脑是非常厉害的 这个收住院的故事呢 还有一首歌 那时候也很流行 好像就是叫不忘接近苦吧 大家也能去搜着听一听 这个歌呀唱的也很有意思 我现在是记不全了 那么这个一虎四天教育呢 就是现在人呢 你不要觉得好笑 就是你是看到别人在弄的 当这个事情落到你的头上的时候啊 你慢慢的你就接受它 我们在小时候啊 你看那个小学中学 那时候呢 也经常有这个一虎四天教育 就是那个学校食堂啊 专门把那个饭做得很难吃 实际那个时候呢 也很困难 也没有多少白面吃 那时候那个杂粮的比例也特别高 吃一个白面馒头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呢 他把那个杂粮也做得很难吃 里面拆点野菜 有的还给你专门拆点那个稻糠 我记得我们那搞的时候呢 还要把那个剥米杏子啊 专门抹了以后呢 也拆到里头 那基本上就是吃不成 然后很好玩 但是你必须吃呀 这是个政治任务呀 就是每年弄上一碗这个野菜汤 然后吃了那种一股四年的窝窝头 根本都吃不下去 最后都是偷偷的把那尿了 没办法 就是那个六七十年代搞那个 就是那种情况 那确实没法吃 都是骗人的 那个东西你想吧 实际那个六零年的生活 比那个一九四九年之前 不知道差到哪去了 你说那个一股四天是熠的什么苦 弄的什么甜的 那就是给你硬往那边造 讲到现在还有一个笑话啊 我们那里有一个这个平农啊 我现在记得很清楚 他当时是我们那个地方成分最差的 就是属于那个故农吧 就是家里头什么都没有 就是从小就是靠打长工 实际这个人啊 我们都知道 他就是个老二六子 就是不干活 他那个时候 在我们那个地方呢 大概也有个五十多岁了吧 放到现在来说 五十多岁还是挺精干的 他呢就是成分在我们那个地方呢 是最好的故农嘛 另外他呢是参加过革命 他虽然没有打过将 但是他在五几年的时候呢 他参加过土改工作 也算是一个先进分子吧 在那个时候呢 还略微实了一点字 然后在我们那儿 为了照顾这个老同志嘛 就给他安了一个很闲的工作 大概是一个仓库保管之内的 哎呀 那个老头是给我们做那个一股四天报告 太好玩了 我现在想他就是胡编的 他说啊 他从小时候给这个地主家去放牛 早上呀 天不亮就把他赶出去 去放牛你知道吧 冬天也不给他一双鞋穿 就让他去到这个学地的处去放牛 然后呢 他就动得不行 那个牛啊 拉跑屎 他就立刻踩到那个牛肺上 然后让自己的脚暖和一盒 我们小时听到 哎呀 这个地主确实坏 他这个确实是很辛苦 哎呀 现在想想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最经典的意思是啥的 他老说老说 他最后一个忘了 他有一次做这个一股四天报告的时候呢 就是说着说着呢 把这个年代说忘了 他说说说呢 说到这个六几年了 然后他们家呢 就是又饿死了几个人 然后说的时候 眼力开始流了 说哎呀 那个万恶的救生会 把我们家这个饿死了 然后直接那个台上的干部 给反映过来了嘛 直接把这个老曹的 就是台上给拉下去了 尽管没有披露他 但是以后呢 是再不让他做这个一股四天报告了 实际他说的时候啊 我们没有听出来 但是我们父母他们呢 那就听出来了 把这个时代给说混乱了嘛 他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确实是说到了自己的这个伤心处 年代表述不清楚 底下听的人都知道 他讲的那个实际情况呢 是1960年的情况 这就出了很多笑话 我比较幸运的 就是我从小的那个出生那个地方呢 相对呢 这个斗争环境呢 能好一点 那个地方的人啊 比较淳朴 特别坏的人比较少 那么离我们不远的有一个地方啊 那个就非常厉害了 我一个大姐 大概我们在十几年前 就是见面的时候 我们还聊这个事呢 但是我们一块吃饭啊 这个饭桌上呢 还有好多年轻人嘛 就聊当年斗地主那个事啊 当时这个70年代的时候啊 我们那个地方斗地主呢 成了一种表演 就是实际这个地主 都跟大家很熟了嘛 都到文化革命的中后期了嘛 就是有运动了呢 每年把这些地主拉去啊 戴戴钢帽子 游游街逗一逗 像我来说都是表演赛 就是真正对这个地主啊 动手打得到后期都不多了 但是他们那个地方的干部 就是特别厉害 他那时候十来岁嘛 把他们那个地方的地主啊 就是几个放到这个台子上 戴上高帽子 挂上牌子 让底下的这个小孩子呀 从这个前面过去的时候呢 就拿这个巴掌扇这个地主 打到地主 打到地主婆 打到狗地主 就是这样子 人过去的时候 为了表现你的这个思想坚定呢 就这样打 有的学生呢 有点那个啥的就下不去手 有的人呢 人家心比较硬 不但打 而且朝脸上吐口水 他说那个场面到啥程度了啊 后面过去的人都没法打了 把人家脸上吐的全都是口水 那都是七十年代中后期的 就是我这个大姐说的是 真正确确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经过的啊 但是那个最激烈的斗争呢 我们没有参与过 但是我们都听说过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 让我来说啊 就是风雨欲滥 风满楼呀 那么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 那么在某一天 真正的把这表演赛 把它变成真正的打赌和斗地主的时候 那么这个事情顺理成章的 就有人冲上去干了 因为这套过程都演练过多少遍 你的思想可能都接受了这种情况 对不对 当哪一天 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员工 把这个马云拿上去斗的时候 可能底下的员工也都接受了 可能有一部分人认为不合适 也默默的不吭气了 因为共产党这个斗争啊 他有一套经验 也是很有蛊惑性的 那两幅画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啊 那上网去搜一下 特别是那个雪衣那幅画啊 他有详细的介绍那个斗争场面的 里面有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 贫血主席 贫血主席就是那个村里头 最穷的人 最懒的人 最坏的人 那些人有什么道德底线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情啊 精进的回到了内部 也是挺可怕的 当然了 有时候我在想 共产党倡导的这个东西 好还是坏 我们大家可以自己去甄别 对不对 你认为好 那你就去享受这个东西 你认为坏 那你就不要参与这个东西 那么如果说现在很多人 都很享受这个东西 那么有一天 这个社会主义的铁拳 落到你头上的时候 你也不要抱怨啊 你想想马云在公司成立党支部的时候 当他穿着那个红色军装 高唱志举威武山的时候 他是不是也在向党表忠心 他是不是觉得共产党挺好的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他才能当了首富 那么今天共产党让你把这个东西交出来 那你也不要说不服气 地主呢也是分阶层的啊 上面的土豪是马云 可能那个村里头的土豪呢 就是你了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